欢迎收看健康好医时 我是主持人Yanny 我们今天来到东华医院的乙科医生 吴环琴来和我们讲讲 关于小朋友在发育期 青春期要住的事 吴医生你好 好 吴医生 你上一节提到 这个小朋友在发育期 他的皮肤都会受到变化 可能会爆斗 我想问一下 这个皮肤问题 会不会一直影响到 他们之后的皮肤状态 这个时候 平时会慢慢散 因为荷尔蒙一出到顺一点 皮肤不会有那么多豆豆 荷尔蒙会令到皮肤有多些油 如果是要出油的 如果那些油积住在皮肤的 毛孔那里 那它们会开始起流 如果拗的流 流就有机会有些细胞菌进去 这样就发炎 这样就起大红色的暗瘡 有红有肿的那些暗瘡 是痛的 是痛的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照顾 就要早晚洗眠 早晚洗眠 还有有些父母闻 他出豆豆是因为吃太多热气 油炸东 是的 这个特别多父母说 特别是广东的父母说 你喝凉茶吧 你喝凉茶 这个有关系 我觉得都有关系的 都有机会的 还有 你女孩子开始有惊奇的时候 每次有惊奇的荷尔蒙都会穿穿落落 所以都有机会有多些暗瘡 其实你不要说小朋友 就算是我们现在的女性 是的 我们大人也有 是的 在惊奇前那时就开始生痘了 有一点 所以睡觉 睡得好一点 喝多一点水 吃少一点热气人 那就希望好一点 有一个健康简简单单的生活习惯 会对他们的皮肤好一点 那如果是男孩 因为我都看到男孩 他们没有习惊 但是他们的皮肤 都会说生了很多痘 是的 是的 这种 都是关于荷尔蒙的 因为荷尔蒙 如果有多些 Testosteron 男人的荷尔蒙 皮肤会柔一点 那他们的这种 生痘和女性有什么不同 他们有什么办法 去减缓这种状态 都要洗眠 有时候要逼 逼他们洗眠 如果你去店铺 有些特别的洗眠水 你买两瓶 一瓶放在浴室 一瓶放在洗澡房里面 洗澡 所以他们每次洗眠 一去洗澡都可以用那个 洗眠水 是特别的 暗瓶洗眠水 嗯 肺部和背部都可以慢慢洗 你刚刚提到女性的月经和暗瓶的影响 我记得如果是当女性第一次来月经的时候 都会很害怕轻盖 当然家长要给自导 除了这些方面 你还有没有什么提示给他们呢 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就担心 不懂怎样跟小朋友谈 怎样了解法育是有什么事 还有真的不想说月经的问题 嗯 但是我宁愿父母学一学下 硬镜一点 brave 和你的小朋友谈 因为如果他们已经懂得怎样照顾自己 如果他们在学校开始有月经 他们就不用自己在这儿怕 是的 我见到有些女性 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女性 就是他们会很害怕有漏出来 然后会很害怕轻盖 这里有遮掩 那里有遮掩 然后又很害怕被人知道自己发育 嗯 是 其实每个人都要学习这些东西 医生 说到女性 我们也不可以失去男性的部分 男性在青春期发育 会有什么显著性的变化 我们需要处理呢 除了你说的身高 可能会生胡骯 这些变化之外 所以小朋友有时候就有很大兴趣 查一下自己的新的情况 你知不知道 一岁到两岁的小朋友都会有兴趣摸自己的 这个很多事都是很常见的 嗯 那么就会有兴趣味 那样到开始发育的时候 那些荷尔蒙就会有机会 给自己一些性的感觉 所以他们都会摸一摸一摸 不用怕的 这个经验是很常见的 我想就是都要提醒家长 如果見到這種情況的話 先不要覺得會發生什麼天大的事 是 不是有問題 是很自然的 亦都是一種荷爾蒙對身體的影響 不單身體還有腦部的一些意識上的影響 他們會慢慢想通一些 但是如果你想知道 你的兒子是女兒什麼時候可以自己最成熟 就是可以想通一些東西 很有意識的 可以照顧自己 這個歲是25歲的 所以要等到25歲 有些早些 有些遲些 好 多謝吳醫生你的時間 用這麼簡單的方式 跟我們說了這個男弟這套女生 在青春期發育的一些變化 我們下一節會有更精彩的內容 記得繼續收看我們的健康好醫事